黑心预售屋的技巧关键字 现在如果你还是要买房 我觉得听到前面的政府打房的一些政策 最后你还是想要知道是说 到底哪些叫做黑心预售屋 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个时候一定要买一间预售屋 那有些关键字出来 他就是黑心的买房子 他的交易就是黑心的 你就是一个阿呆 你就是那个韭菜 这只是异相书啊 然后就签下去 因为真的有些善良的纯的网友说 我不知道我买个房子签个异 我是要买房子我要签约的 然后他给我签这个异相书 变成我炒房了吗 是 就是这样 买房子就直接签约买什么异相书啊 所以如果今天跟你讲说这叫异相书 可能是99颠9999 他就是草房行为 好拜托欸 异相书跟草房是划等号的 异相书跟订单跟红单都是划等号的 不要以为异相书三个字不等于订单 不等于红单 政府没有这么好呼啰 他可以解释 他有解释的权利 懂 第二个 帮个忙先不要登录啦 我们现在很忙 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价格很低 噓 你不要登录 我就给你便宜 噓 有没有 这都是骗人的 因为你可能要买最高价 真的我有听过这种悲惨的故事 他还签了保密合约哦 因为销售人跟他讲说 我这一户便宜给你 但是你不能够讲 你嘴巴要闭上 然后登录呢 我晚一点再登录 反正政府暂时不太会罚 那没有登录也就算了 那等到政府招到我们再补登录 因为我们可能就不小心操作失败 这样子 帮个忙嘛 拜托 我就便宜给你 你只要听他说 我便宜给你 你搞不好就照做 但是这就是违法的哦 什么不能不登录哦 登录的权责在谁 不在业者 是在买卖双方 所以拜托 以前可能是地震事 可是现在的权责在于 买卖双方 所以麻烦你 你买了房子就要登录 如果业者说 拜托你帮个忙 不要登录 我便宜给你 那你是被骗的 就表示这一定有黑性的行为 因为网友的投诉就是这样 他还签了个保密合约 说这个金额不能够告诉别人 不是实际上登录吗 为什么不能告诉别人 不是全世界都知道吗 他就签下去 呆呆地签下去 然后业者真的就不帮他登录 因为登录是属于买卖双方行为 所以最后他被罚 被寄了个通知函 然后后来登录才发现 他就去查实际上登录 他是全社区最高价 懂吗 还不能make热心清单哦 这个是周年庆学到的 因为我以前去 不是以前 我只要去周年庆之前买东西 然后柜台小姐说 没关系你先买 比如说后天周年庆 我今天带百货公司 我可以用周年庆的优惠的内容 去买这个东西 但是他先不开发票给我 懂我意思哦 他过两天才开发票 所以我过两天 我还要再去那边 去拿我的发票 但是我先刷卡 懂吗 百货公司的那个专柜的小姐 很会钻落洞的 他就可以算在 那个周年庆的业绩 然后你可以拿到优惠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买了 不然你不会买啊 还不能卖单先签单 他等于是签了吗 你等于是签下去 懂吗 先签单还不能卖 你知道没有建造 当然预售物就不能卖 所以他如果还没有 不能卖这代表 他建造还没下来 但能签单代表什么 这就是违法 所以你正在做违法的事情 第四个 这是员工把疗户啊 这个价格就员工材料哦 你相信吗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户他先签了 销售人员先买 然后卖给你 他还可以赚一手价差 你不信吗 他就是可以赚到价差 因为他比如说 一瓶五十万买 然后卖给你一瓶五十二万 他不是赚两万吗 反正那个账三历里面签一签 你根本看不到 对你来讲 你买一瓶五十二万 可是什么员工保留户 陪你笑 就是他要赚钱 你被他赚走了 因为搞不好还会叫你签一张什么 本人之息 这是员工保留户 其实就是转让合约书 第二顺位权利金 这三小 第一顺位卖掉了 我们这个是付第二顺位权利金 就是骗你上车的意思 这我都听过 我广道的网友都跟我投诉这些事情 每天呢 排队都是自助客 有没有 那些排队的新闻 每个人说你喜欢买房子要干嘛 你为什么要排队呢 我来自己自助 我买一户给我来自助 他很笑 排队哪都自助 自助客是不需要排队的 自助客都 这就是投资客啦 不要把大家当白痴好不好 投资就投资嘛 投资客当然是很难看很难听的啊 可是你为了要赚钱 然后你假装自己自助客 这样说谎 你怎么教小孩 你这样好吗 你的小孩平时教的如何 你就说谎 你还教小孩说谎 不要脸 对不对 15年后交屋 史卫哥你买个房子15年交屋 有啊 那个台南那个房子 不就是想写15年交屋吗 他的交屋时间写15年 你知道吗 你排队买了预售屋 他最后是15年交屋 为什么有15年呢 因为根据建造申请的规则 他的最后交屋日 算出来的日期 是15年后 最后交屋日 当然一般来说啦 建商绝不会压到15年后才交屋 他可以盖两年盖好 就交屋给你 他可以赚钱 可是特殊情况 最近发生很多 就是前一阵子不是这 前一阵子发生很多 是建商原本 你以为是两年交屋 就变成第三年 延了一年才交屋 你去翻合约书 合约书写 最后交屋时间15年 那就是15年哦 你不要以为说 怎么可能一般教室 教室教宴先生 我就有个网友投诉 他说他的房子已经盖了5年 还没有交屋 建商好像快倒闭了 就倒了 就倒了 可是他的合约书 还没有到期 所以他不能够跟建商吹告说 拜托你赶快找点交屋给我好不好 可是建商说 没有啊 合约书写15年后交屋啊 所以我10年后交给你都可以啊 那到时候建商怎么办 逃跑 倒闭 你就拿不到房子 这个是常常 过去常常发生的事情 那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可以跟银行经理很熟啊 可以多贷款啊 很多销售人员会这样讲 或是那个业务经理会跟你讲 都会这样跟你讲说 你没有钱 没关系 我跟银行很熟 你只要交给我办就好了 到时候你只要签名 然后嘴巴闭上 不要讲 我就 帮你搞定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跟他买房子 结果呢 这件事情玩下来就是 你抄贷 你违法 你做假合约 做假登录 然后你抓到关三年 都是这个结局 不相信哦 真的啊 抓到关三年就是这样 都是这些善良的老百姓 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自己被骗了 所以我跟你讲 只要是超过特殊情况 都是黑心的 知道吗 先签约再看物 不然会被签抢光 这句话 我们现在讲 当然是我的网友就觉得 诶 等下有个是当年 不是当年 那些排队的 有没有看过房子 没有 两张纸头 那个格局图看看就签下去 结果你买了什么 办公室 我最近看到一个格局 这很夸张 他连办公室的桌椅都摆上去 因为他是属于一般事务所在新竹 竹东吗 反正在新竹县 好 他是一般事务所还是办公室 可是为止 他要做就是小套房的出售 那你买回去就是要租给那些可怜的逐科工程师吗 我觉得逐科工程师怎么悲惨 老是住在违法的那个夹乘套房 或者是那种违规的那种登记使用的房子 就是你买这种房子呢 隔壁可能真的在做办公室使用 或是隔壁真的在做一楼一缝 然后你是想要真的乖乖的住的那种人 问题在哪里 对不对 真的啊 所以这种房子保不保值 当然不保值啊 可是你看有新竹约在看 不然会被抢光 你如果信者 你就是套了 退休之后啊 就没收入了啊 那想说把房子卖了 用什么心意都靠孩子 那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啊 那附近啊 成交界啊 应该在两千万以上 那个重界啊 故意挑附近啊 比较便宜的成交价来骗他呢 所以我爸就把价格降成一千五百万 果然很快就有人来买 结果李伯伯才卖掉几个月啊 这个房子啊 又被人拿出来 卖到两千三百万 黑心仲介联手投机客 算那个价差啊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 完整揭入到门牌的房仲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卖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证退服务费 先诚实再成交 永庆房屋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